等谁懒不再来不及感慨 如昙花一线来不走眷眼 遥望你的脸凝固了世界 转身的瞬间我忽略双眼 等谁懒不再来不及感慨 如昙花一线来不走眷眼 遥望你的脸凝固了世界 转身的瞬间一切不再也重演 我是想仿照诸葛亮的八阵图 按照修身伤度仅此惊开这八门 把骷髅洞改造成一个充满玄机的八卦迷宫 谁要是能够破了我这个阵法 我就奖励他十万块钱人民币 刘警官 你们想一想 洞口就这么小 我不炸大点怎么行呢 你这么大一个工程人搞爆破 你干吗不设警示牌 他们没设吗 我昨天晚上打电话给他们 叮嘱他们千万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多设警示牌的 他们 他们没听我了 这些人安全意识太差 素质太低 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教育他们 我 我罚他们的管 我炒他们的鱿鱼 太不像话了 不过 刚才我还跟小曼说 你们明知道在爆破 干吗还要往泡檐里钻呢 不过 这事怨我 我应该亲自去检查 责任在我 在我 你知道我们要去啊 怎么知道的 你们受伤以后我听说的 听谁说的 出了这么大一事故 八里钩都传遍了 大家都在说这事了 是啊 你也知道这个事故不小 这是你的工程 不管是不是意外 你倒查清楚 写成报告 交给八里村的派出所 我会的 我们也会查 走吧 好 对了 你们的医疗费 营养费 还有精神损失费 物工费 全算到我头上 就这样啊 再次抱歉 明知道是他 救车不能抓 队长 你说这叫什么事 喂 村委会吗 找一下秦主任啊 秦主任就是你啊 我陈远欣啊 是啊 我们是在回市里的路上 我有两个事 要请您帮忙啊 一个是过几天 我们还会有同事下来 您还要接待一下 还有一件事是 您帮忙了解一下 三组的刘宝贵 有没有借猎枪给别人 好 你打电话给我 再见 队长 我跟他想了一下 他这么跟咱们拼命 说明咱们的正常方向是对的 只要咱们能够找到光芒生产线 他就是铁证啊 对啊 他又不是外星人 只要在地球上 咱们就有办法转 别生气 走 这枪谁打的呀 你是说山上那个人 他这一枪啊 不但打得正是时候 最奇怪的是 目标不是我们 他是不是提醒你们不要进洞了 或者说是 他要阻止这次阴谋 如果咱们分析的证据 在这个人是谁 喂 喂 小雪 怎么样 我知道了 飞天龙的确 找刘宝贵借过猎枪 你刚才说 张曼也能证明他在打猎 看来飞天龙是跟咱们公开叫板的 这小子精通法律 知道咱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不能抓的 我还真不信了 我就没见过一个人可以把每一件事 都做到天衣无缝 我去找找老万 让他帮忙查查 飞天龙和那个刘云 网上聊天记录 王丸病了 翻平帮他请的假 病了 你到底去哪儿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 想想 哎 你这次办什么案呢 怎么 连研局都不知道 研局问你了 你怎么说的 我还能怎么说呢 当然是 帮你请病假了 我老婆还是聪明啊 去你的啊 哎 说正经呢 是什么案子 为什么 要瞒着研局 我在电话里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你 真的怀疑研局 在没有查出溜云之前 谁都不能轻易相信你 难道 连艳心也不能相信 对 这 这太可怕了 总不能怀疑一切吧 万平啊 这件事 我们还是谨慎些为好 啊 对 队长 你怎么来了 你们家老伴不是跪提前安吗 老伴呢 来 连心啊 来来来 我这点小病 能跟老江姐这个陈大队长亲自来探望 挺精神的呀 哪儿不舒服啊 这血压有点高 那儿喝酒喝的 对 没错 就是喝酒喝的 喝了吧你 连心 来坐啊 哎 连心 这次出去收获怎么样 没什么收获 差点当英雄 怎么回事 别提了 连心 来 坐 你去过医院了吗 刚去看过了 哪家医院啊 这是我们家对面的十一院 人到中年啊 当心点 他呀 左耳朵近 右耳朵出 就是不听 得了得了 别叨叨了 该见杨阳了 差点忘了 那我去见杨阳了啊 我顺便买点菜回来 杨阳呢 嗯 你呢 就别走了 再来吃饭啊 好 杨夕 喝茶 走 老板 最近网上有一个化名 叫刘云的 你知道吗 刘云 不知道 那你得注意一下 他最近和飞天龙在网上 交往得很频繁 好 我一定注意 叶欣 我给你加点水 不用了 老板 出去走走 好 好 我拿衣服 好 Nan Sans 你出去走啊 体本 好 看样子 你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告诉我 没错 说吧 什么事情 你没把我当朋友 什么 我没有把你当朋友 你骗我 我骗你什么呀 你真去医院看病了 等等等等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我装病不成啊 可老板 你怎么还在骗我呀 你骗不了我 你根本就没生病 你也没去医院看病 对吧 你去巴里沟了 我去巴里沟干什么呀 谁告诉你的 用我着别人告诉我 你们家那双鞋就告诉我了 那鞋上那红泥都是巴里沟的 你看看我这鞋 我这泥还没擦呢 看看 儿子想吃什么 吃胡萝卜吧 好不好 多吃胡萝卜 来 给我撑下来 来 给我撑下来 来 给我撑下来 看来什么事情也玩不过你 看来什么事情也玩不过你 我说了 为了你去的 为了我 因为我得知飞天龙呢 要加害于你 可是跟你又联系不上 所以呢 只能亲自去巴里沟 你从哪儿得知飞天龙 要加害于我呀 我听范萍说的 范萍说 张曼偷看了飞天龙 与刘云的聊天记录 刘云这个人我早就盯上他了 根据他们聊天的内容 我可以推测 他们极有可能要对你下手 你早就知道有刘云这么个人 是啊 那我刚才在你们家跟你说的时候 你跟我装什么事啊 因为我分析啊 刘云这个人 很可能出现的高层 所以呢 我准备暗中调查 你也知道 这种事件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你说是不是 你该真沉得住气啊 修饰怎么办 225 225 325 225 625 给 三块五 咋的 走啦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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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我儿子没有 到底还在这儿小男孩 没有 没有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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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就我们那一枪是你打的 废话 不是我还是谁啊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我说什么呀 想当无名英雄啊 得得得 我可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 我这是善的行动 根据令媒汇报 只要让局长知道了 会不会来个停止检查啊 不可能 我保你 你那枪救了我们多少人啊 吹开 吹开 少来啊 你说这个刘云埋堂的这么深 你 他到底会是谁呢 不知道 但是 不管他藏了有多深 总有露马甲的时候 喂 喂 范萍啊 什么 岩阳不见了 你在哪儿 你在菜场 范萍 别着急 我们马上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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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总 搞定了 好 把人看好 老万的儿子已经在我们手上了 你这招够狠的 大蛇大七寸 对付这帮军长 不出点狠招吗 他们怎么能扶我们 有这张王牌抓在手里 你让望文恒干什么 他都会扶手听命的 是不是 不是 如恒 都是我不好 一定是人贩子把杨阳给骗走了 怎么办呢 别着急 我现在回去里找人帮忙 杨阳一定能找到 好 杨阳 开瓶 你去那边看看 好 好 一定是万大队长 谁啊 是我 你 你是谁啊 你别装不作业了 把儿子还给我 儿子 什么儿子 非天龙 非天龙 你是个男人 你冲我来啊 我警告你 你不把儿子还给我 我就把你的事情 全部抖漏出去 好啊 那你就抖漏 我大不了人头落地 你 我死死一个 你死死一家 我非天龙一个换三个 值啊 非天龙 你他妈真他妈没有人性 你是个王八蛋 好 算你狠 说吧 你有什么条件 你早一点这么乖 你的儿子 也不至于让人拐跑啊 至于条件嘛 我还没想好 等我想好了 我会给你电话的 喂 喂 别哭了 哭有什么用啊 哭杨杨就能回来 这是玉子自个儿身上 怎么就不冷静啊 这时候你更需要冷静 你不都看见了 我把人都派出去了 机场码头火车站的 先回家吧 一有杨杨消息 我就打电话通知你 好吗 也行 谢谢 谢谢 谢什么呀 这杨杨 这孩子全对上下 谁不喜欢啊 你先回家吧 你在这儿这么哭 我也没法工作了 不 我不回家 我 我要在这儿等杨杨消息 也行 你知道 娘娘对我有多重要 她要是 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 我也不活了 来 来 着着着 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一 prescribed 来来来 来来 来 两个 来 老板 抹酒 老板 酒 哎先生 我看你还是别再喝了吧 拿酒 好好好 拿酒 好好好拿酒 好 严谨 我认为杨阳的失踪和废天龙有关 和废天龙有关 为什么 骷髅洞那一枪是老万打的 他打的 到底怎么回事 我在那山沟子里 手机不是没有信号吗 张曼发现了废天龙和刘云 网上聊天的记录 他找不着我 他找到了范萍 范萍就把这事跟老万说了 老万推测 废天龙去打猎 那猎物就是我 他为了救我 赶到了巴里沟 可这么大事他为什么不回报 说话 说了您别生气啊 说 老万怀疑这个刘云出在咱们高层 他怀疑是我 先是刘云怀疑我 现在万文宏也开始怀疑我 杉军 老万他连我都怀疑 要不是刚才我逼着追问他 他到现在都不肯跟我说 那就是说 废天龙为了报复 绑架了杨云 对 那废天龙怎么会知道 是万文宏开的枪 如果是刘云告诉你的 那这刘云是谁 你并不是妄想 找人你的 他那个是 他是真不诚的 最厉害的 好 我 你要是敢动我 儿子 一根好 我让你 醉十万断 好 对不起 您的电话的变化 正是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翻评的行李怎么样 能怎么样 儿子没了 快疯了 好好安慰安慰他 儿子肯定能找到 老万呢 我这不是回局里安排人手吗 我估计啊 他在外头疯涨呢 给你打一电话让他过来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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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接 接着等 先生 先生 电话 电话 喂 老万 怎么不接电话 我不是老万呢 我是老板呢 什么老板 我是那个小吃摊的老板 不是我朋友手机怎么会在你手上 他喝醉了 我怕他要出事啊 你赶快过来吧 你在哪儿啊 小栏门 小栏门十字路口 好 我马上过来 老万喝醉了 我去一趟 去 谢谢啊 你可来了 他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 都喝了好几瓶了 老板 再这样喝下去 非喝死不可 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他晚上自不被绑架了呀 他晚上自不被绑架了呀 你说什么呢 在这儿喝醉了 说胡话呢 说那个 费什么浓 一个就骂他 那个费什么浓 是王八蛋 说谁要动他儿子一根好毛 他非把他杀了不可 起来 多少钱 五十块钱五十块钱 来 帮我通一下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 这边去 来 这边 慢点慢点 上车 慢点 gardens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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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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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 不敢抱我的儿子 我非青春时代了你也不敢 先喝口水 起来 起来 好 好 这个蛮八蛋 帮我儿子 老板 醒醒 老板 你怎么知道 是费天龙绑架的羊羊 不知道 还能是谁啊 为什么呀 他恨我 都想上我 来 来 要痛吗 忍忍点 忍忍点 来 别痛别痛 这儿这儿这儿 来来 低点低点 低点 还 还痛吗 来 好 躺下 擦擦 来 来 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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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帆平马上就回来 来 顺下嘴 吐了 来 好 躺好 你认识 我你都不认识了 啊 颜辛啊 喝多少酒啊 颜辛 你是不是欢迎 我是刘云 谁这样说了 你别梦我 我看得出来 你肯定 肯定是在怀疑我 就是怀疑也没错啊 你不是说了吗 刘云没有查明之前 谁都值得怀疑啊 是 我说过 我 不过 我真的 不是刘云 我不是 你相信我 我真不是刘云 刘云 我真的疑我 你都不疑了 我真的疑人 我真的疑我 我真的疑我 不疑我 你不是 我真的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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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龙 咱们这到底去哪儿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走 小勇 小勇 眼睛 小勇 眼睛 眼睛 天龙 你不是说 宋小勇去北京治病了吗 昨天我派人把他接回来 我答应过你 一定要治好小勇的病 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 天龙 谢谢你 眼睛 眼睛 我喝多了 老板 你是怎么知道 杨阳是让废天龙绑走的呀 你是怎么知道的 刚才你说的 我还说了些什么 你还说要杀了废天龙 我 为什么呀 他废天龙为什么要绑架杨阳 我只是推测 还没最后断定 你凭什么这么推测 因为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他恨我 他想以这种方式来报复我 因为我救了你 他怎么知道巴里公那枪是你打的呢 他看见了 我 你出います 我 你还是死问你了您 serious 没人 我 轻 россий的 她 她怎么了 喝大了 心情不好 方便 今天洋洋这事啊 可能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啊 刚才我和老伴聊了几句 她说有可能是 废天龙干的 废天龙干的 这 我问她吧 她好像不太愿意多说 待会儿你再好好问问她 好 有消息给我打电话 我先走了 方便 发生这种事啊 大家心情都不好 要互相理解 我知道 不想走好 医生走好 河河 你干嘛喝那么多酒 你还先走了 她刚走 河河 你快告诉我 到底是谁绑架了杨阳 你快说呀 别问我 我看得出来 肯定是在怀有吗 不过 我真的不 不是刘云人 我不是 你相信我 我真的不是刘云人 你怎么知道 杨阳是废天龙绑造的 你怎么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 刚才你说的 你还说了个什么 你还说要杀了废天龙 我只是推测了 还没最后断定 是不是 废天龙干的 真的是他干的 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绑架我们的儿子 他想报复我 报复你 是 万平 就陈彦新的 不是别人 正是我 是 是你 老万呢 睡了 潘平呢 在家呢 他现在情绪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啊 你怎么了 没想好 不敢确定 你是不是怀疑到 谁是刘云 谁 你不该会是怀疑到老万吧 你是说 你救了陈彦新 废天龙为了报复你 所以绑架了杨阳 是 你 你肯定 杨阳在他手里 我 我 废天龙 废天龙他肯定要对杨阳下毒手的 是 你肯定要对杨阳 你肯定要对杨阳下毒手的 我看他就说了 你肯定要对杨阳下毒手的 你肯定要对杨阳下毒手的 这些举动 确实有些反常 让人怀疑 你说 他明明知道 费天龙绑架了杨勇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既然他说出口了 为什么又折折掩掩 予否认呢 既然他不是刘云 为什么又要 激励在你面前身边呢 叶欣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我知道万文红是你的朋友 谁都不愿意怀疑自己的朋友 是犯罪嫌疑人 但是很多事情 是不以我们的议人为转移的 我们不能为了私情 忘记了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 我知道 该查我一定会查 我希望我的怀疑是错的 目前这件事 仅限由我们两个人知道 我明白 我保证 杨阳不会有事 为了杨阳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你要干什么 万平 你别忘了 我也是警察 难道说 我还救不了我自己的儿子吗 我有我的办法 你放心吧 相信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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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住在不曾褪色的画面 是你的背影磨入了黑夜 灯火焦热熄灭 是你欲不知不觉 忧伤已无法停歇 追寻在秋日失去的方向 所有的旅途结局都一样 在你沉默的海洋 用最冰冷的目光 轻易将彼此流放 忘不了你的脸 在这真世界 在拥有的岁月 在落成了碎片 情愿在回忆中冷却 凝结成不变的冰雪 守候在你忘的季节 当忘了一切 你既然救了陈彦兴一命 那我现在要亲手杀了你 这办不到 那你就跟你儿子告别吧 老婆 你敢老婆 答应我 我们现在就回去收拾东西好吗 如果不需要证据的话 我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明天早上就把他毙了 但是我怕我找到证据的时候 杨阳就死了 他在美国有老婆 怎么可能娶你的 他要和他离婚 然后娶我 这个老东西